葵青地区看见中心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 一个以暂身模式运作来的基层医疗健康服务设施 而我们的成立目的是为了加强以地区为本的基层医疗健康服务 可以更加适切地支援区内居民的健康需要 以及配合社区的配套发展 今天我们开幕为现场的嘉宾们 预备了一个非常特别和精彩的环节 要请出象征着我们香港精神的小黄鸭 为我们的活动打开头炮 以下来的时间供请我们的主理嘉宾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 上台至开幕前 为确保我们的医疗系统能够长期持续发展 保障市民的健康 我们必须为整个医疗策略带来一个大改变 扭转现时重治疗 轻预防的医疗体制和风气 以应付人口老龄化这个挑战 我在2017年首份施政报告中已提出 具体的措施推动基层医疗 地区康建中心的启用是改变香港医疗系统的新一步 我们希望透过社区的网络加强市民对于预防医学 和个人健康管理的意识 地区康建中心提供的硬件 但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硬件 逐步改变市民对于医疗服务的思维 由依赖治疗服务 转变成为重视基层预防性的医疗 更加注重保障自己的健康 期待未来和各位继续努力加强香港医疗服务 以提高香港市民的健康水平 这个是我们政府全资第一个地区康建中心 中心就以暂身的模式运作 由政府全资请非政府组织去营运 我们有三个核心价值 以地区为本、公私合营 以及以医社合作的理念 去提升市民预防的意识 以及管理个人的健康 亦希望市民在社区里得到所需要的护理 从而减轻我们公营医疗体系的压力 其实地区康建中心 会有第一层、第二层和第三层的预防服务 亦由政府资助我们的服务提供 例如健康推广、健康评估 以及慢性病管理以及社区服务等等 我们特别着重一个健康教练的角色 即是健康教练的一个角色 无论是疾病的预防 以至于大家只想健康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除了是这个主中心 也会有一些附属的中心 作为书纽 这个就是一个总部 也会协调区里面 其他提供社福或者医疗服务的一个社区伙伴 是唯有需要的市民提供一个转介 长远来说 我们希望这些中心可以做我们一个培训 下一代年轻的医护人员的一个基地 我们区中安全社区及健康城市协会很平衡成为第一间营运机构 这二十年来我们和区中的子媒机构 南帝中社会服务署在区中心间世作 都努力探索居民的健康需要提供社区健康服务 去支援居家安劳承托社区 我们透过社会资本的工作策略 成功发展了衣服社跨专业的服务模式 我们亦都希望可以将这个衣服社的理念融入到康建中心的日常服务 衣服社的社就不单只包含着跨专业的医护专业人员 私人执业的中西医之外 亦都包含着大量的大专院校 我们的中学社区组织和公司型的伙伴机构 我们希望透过康建中心成为一个平台 形成一个广泛的社区健康网络承托提清社区 来到我们今天开幕礼的最重要的一个幻子 就是我们葵青地区康建中心的启动仪式 3 2 1 Here we go 恭喜祝愿葵青地区康建中心 以社区为本 医社合作 公司合营为理念 为香港的基层医疗健康发展 揭开新的一页 葵青地区康建中心正式投入服务 而明年区中将会有五个 以本中心为主就的附属中心 亦都会陆续投入服务 为链近的居民提供健康推广 咨询和辅导服务等等 届时在葵青区的基层医疗服务的覆蓋率 将会变得更为全面 并且更加贴近各个不同的社区 到时达至本中心医社商医的理念 健康葵青 由我做起 健康葵青 由我做起 健康葵青 由我做起 健康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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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我做起 健康葵青 由我做起 耶 来吧